大家好 前几天台湾有一家叫伪创的半导体代工工厂在印度被砸了 很多人让我说一下这个事情 今天录这个视频就比较之后了 当然我觉得和东北的形态有关 因为冬天比较冷 人都比较冷 很多事情就拖拖拉拉的 很多新闻也是比较之后的 简单说一下这个事情 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 经学家史学家 经济学家 不同的人能看到不同的东西 如果是个左派的话 那显然你要生源劳工啊 太欺负人了 因为这个事情是由降薪引起的 之前这家公司给印度工人承诺的月薪 折到人民币是1863元 后来又降到了1420元 最近又降到了1065元 那么部分员工又降到了710元 也就是说降到710元的这些员工啊 等于工资直接腰斩了 直接给降一半了 印度的工人当然不同意了 对吧 所以把工厂给砸了 而且我看国内很多人评论这个事情啊 都讲一下自己加班的历程 都是在土苦水啊 我看很多国内的打工的 打工的同胞吧 说他们在工厂啊 一天工作要8个小时 但是你必须要加班的啊 不加班拿加班费的话 挣的是比较少的 每天加班至少3个小时 也就是说一天至少工作11个小时 而且要连续加班半个月的 半个月才放一天假 那么工资呢5000到6000 当然这个工资比印度高一些 但是还是前面说的嘛 只是想发泄一下自己心中的情绪啊 诉说一下自己的不满嘛 然后大家回复一下 给一些安慰啊等等 这都是比较现实的情况 也就是说不同的人呢 能看到不同的地方 那在微博上啊 或者在油管上 有很多是嘲笑台湾的 对吧 尤其是我们这个阵营的啊 一看台湾的企业出事了 哇 对吧 那同样的 如果是民族主义者的话 对吧 你先不管是什么原因吧 反正印度出事了啊 印度这边闹起来了 大家就很高兴 就很高兴的吃瓜 那么如果是自由派的啊 尤其是偏资本家的 对吧 就认为啊 印度劳工不讲武德啊 你们好自为之吧 等等吧 那么其实啊 这里更应该反思的啊 或者更应该被谴责的 就是台湾新南向的这些缔造者们 对吧 印度的一些工厂啊 也是台湾新南向的方面 其实除了东南亚呢 也包括南亚 那你应该从这个事情来反思一下 或者考虑一下 新南向的政策 对吧 是否有它的合理性啊 而且在这个合理性的框架之内呢 还要考虑一下 对吧 是否要考虑劳动者的权益啊 对吧 台湾老讲这个普世价值啊 人权啊 民主啊 你这种剥削印度劳工的方式 显然不怎么人权 也不怎么民主啊 那么我们回到印度来讲 也是一样了呀 对吧 之前啊 印度盲目的 反对中国的一些工厂啊 啊 抵制中国的一些企业呀 对吧 但是我看了很多的啊 资料吧 对吧 有很多在印度工作的中国人啊 中国的企业的一些管理者等等 也在这个新闻下啊 吐了一些苦水啊 因为我们在印度的工厂 工资是比较高的啊 至少两千左右吗 而且承诺多少就能够给多少啊 但是他们也点出了一点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降薪啊 就是招聘的很多工人 你会觉得他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 但事实上他可能做不好 良品率 对吧 也没有那么高啊 所以就引发了一些罚款呢 等等的这些东西啊 所以中国在印度工厂的一些管理者呢 大概认为吧 这个降薪啊 和这个原因有关 就是劳动者技能并不熟练啊 你之前以为招了这个劳工 他就能干这种活 但事实上呢 一个是劳动生产率不足吧 假设每天你要生产200件 事实上他只能生产150件 而这150件里面 良品率又不高 坏的又很多 等等 这种情况下厂家又很难 按照既定的工资给你开 所以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因素了 不是这个农民啊 或者没有经过一些基础教育 或者没有经过一些简单培训的 这个劳动力啊 你不能光看着他年轻 对吧 你觉得他直接进了厂就能工作 就能工作的很好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啊 很多台企有一种错觉 对吧 之前啊 在中国大陆 雇佣大陆的劳工 对吧 雇佣大陆的打工者 因为有大陆 对吧 至少包括乡村啊 九年义务教育是搞得很好的吗 大家也都识字啊 有基本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所以工作的很好 所以就想当然的 觉得印度啊 或者东南亚啊 或者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工 也是这个样子的 但事实上不是的 所以就像很多人说呀 这个产业链啊 从中英国转移出去啊 等等 哪有那么好转移的呀 这也就说明了这一点啊 这个转移出去啊 要考虑很多的因素的 除了劳工的熟练技能啊 还要考虑一直困扰的 五缺的问题 缺水缺电 对吧 等等 这一系列的东西啊 嗯 其实我们看一下贸易数据啊 对吧 其实不管是18年啊 包括这两年啊 尤其是新冠之后 中国的出口是扩大了的 哪怕人民币在剧烈的升值 对吧 但其实啊 也是扩大了的呀 这也证明啊 嗯 这个产业啊 不是说转移就转移的呀 很多人天天在那里 又是转移到越南了呀 又是转移到印度了呀 在那里悲天悯人呢 但事实上呢 对吧 不能说完全不会转移到的 但是大规模的转移 也并不是现实的啊 所以在这里呢 也反驳一下 这些看空的人 那么再回到台企 因为我看很多人讲这个台企啊 对吧 在国内啊 对台企也是怨声在道的 因为改革开放 第一批进入中国大陆的呢 就是台企啊 嗯 在之前 包括现在也有部分台企 也存在这个问题 他老有一种想法呀 你们这个地方比较穷啊 你工人都找不到工作 我开工厂让你来工作 是我对你的恩赐 你要感觉到高兴啊 你要感觉到恩赐啊 对吧 譬如印度啊 我之前承论你1863元 你们能挣到这么多钱吗 哪怕我给你降到710元 你平时你710你就挣不到啊 你要感谢我的恩赐啊 然后对劳工各种的压榨呀 等等啊 而且各种的趾高气扬呀 等等 过去啊 中国大陆买了这一套 但是哪怕啊 像印度 对吧 这么穷或者落后的地方 都不吃你这一套的呀 劳工都会打砸你的 对吧 也是上了深刻的一刻呀 所以看这个事情 我们看中国的网络评论 都支持印度的劳工 当然更多的是国内的打工者嘛 所以 打很多人一海啊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呀 等等 但是看对吧 对吧 库尔上印度人评价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了 印度人啊 认为这破坏了印度的国家形象 你们这么搞啊 以后谁敢来印度投资啊 我觉得这也是莫迪担心的事情啊 无限度的讨好资本 那么事实上讨好资本是要有个限度的 对吧 而且能上cora上 能让用英文 这些人你不是劳工啊 你很难体会到 劳工所面临的现实的困境 这些人往往是印度的高中性的吗 或者国内 我们也可以想象成中产网上吧 你并不知道 劳工所面临的具体的困境 老拿自己的生活状态去 对吧 生搬硬套这些东西啊 觉得天下都像你所经历的那么美好 但事实上也不是的 所以很多时候要有同理心吧 其实除了同理心以外 之前也说过 屁股决定脑袋 对吧 这个左中右啊 就相当于ABC 三条路线 这个不是说哪条路线啊 就比较光明正大啊 或者尤其是很多中间派 老拿有一种道德优越感 我走中间啊 我不左不右 有一种道德优越感 没有什么优越感的 这都是根据资深的阶级状况 对吧 或者资深所面临的困境的 你不懂别人的苦 就不要乱做评价 你举个例子啊 你像马云这类的大资本家 显然喜欢往右走吗 这就像在库尔上所评论的 印度的这些等英语的 在国外的 这些高种性一样啊 他当然希望自由了 对吧 因为自由人家资产也可以随意上美国 甚至说人本身就生活在美国呀 那对于一些中产 对吧 咱举个例子啊 在大城市 有两套房 对吧 一套房自住 一套房出租 一个月能收6000的租金 有车 有房 对吧 有老婆 有孩子 经济还可以 那他喜欢中间路线 中间路线就是维持现状 以前说得很清楚 就是不变吗 对吧 那你其实往下走一个阶层呢 咱就不谈农民 就同样的 和这个有两套房一样的 这个走中间路线的 这个人一样 对吧 假设两人都是一样的工作 都是一个程序员 对吧 他有一套房还能收一定的租金 一个月 还有12000的工资 那另外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 对吧 他是 或者农村 或者其他地方的大学生进城的 那他这12000呢 5000交了租 出了生活 一月上3000 一年呢 就能攒3万 这3万块钱都赶不上房价的上涨 他是没有希望的 那他自然就会往左走的 对吧 所以左中右啊 是根据自身的屁股 根据自身的现实的情况 做出的符合自身的选择 没有哪一个说自己的高大上 对吧 这就是个屁股决定脑袋呀 所以不用跳出来批判 屁股决定脑袋呀 格局不大呀 你有多大格局啊 不考虑自身的利益的谈这些格局有什么用啊 我跟着你这套格局走 那我自身能改变什么呀 而且你这套格局本身也是为了你自身的利益啊 对不对 所以吧 对吧 这个就引申一个话题啊 左中右啊 这个没有对错 也没有褒贬 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做出的自身的选择 符合自身的选择呀 那我不喜欢哪一套 因为它不太符合我的利益 很多事情啊 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你说谁不不为了自己的利益呀 对不对 别搞得那么道德优越感啊 那你不为自己的利益 你把你的房子分分吧 你也不分呢 那你谈那些干什么呀 没有意义呀 对吧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事情回到印度 对吧 呃 其实从莫迪的角度啊 当然印度这么大 也不能单纯的谈莫迪啊 就说从印度整体来看吧 呃 在他这种情况下啊 尤其印度农村人口也比较多啊 又通过农业改革 注定有很多农村的边缘农民 对吧 没有了土地 或者是土地的收益不足的话 他一定要进城的呀 进城的话就要开更多的工厂的 开更多的工厂的话 必然要走一个亲资的过程 呃 这个是必然的啊 但是啊 也不能无下限的 对吧 而且既然要亲资的话呀 距离印度这么近的中国的资本 把它排斥出去啊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失误啊 呃 也是非常的可笑的吧 对吧 而且你像之前中国一些APP呀 等等啊 电脑啊 网络呀 等等这些产业呀 相对于这种许化纲上啊 还还比较高端一些的呢 嗯 为什么要排斥高端呢 当然低端产业要发展 但是中高端你也不能放弃的呀 对吧 一定是多头必用金的 其实印度这个人口啊 也14亿多了 应该超过中国 没超过也差不多了 对吧 那你更是要全面立体性的发展啊 那回到国内 我简单谈两句啊 呃 以前说过啊 对吧 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啊 又有一个亲自的过程 那么你要考虑的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呀 充分就业啊 在充分就业的这个情况之下 那也都是一样呢 有高端的 譬如很多外企啊 又中端的 又有很多低端的 又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学汉工厂 呃 其实印度今天经历的这个事情啊 我们过去也都经历过 尤其是很多的打工者嘛 很多打工者 对吧 在网上 现在纷纷的吐槽 虽然国内的工资比印度高那么一些啊 大概高个两三倍 应该是两倍左右啊 是吧 呃 但是面临着国内资产价格的上涨啊 大家的压力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而且 我觉得我们已经经历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了 也不可能再靠 或者说逐步要摆脱靠剥削低端劳动力发展的这一个模式啊 呃 其实英国在19世纪发生了一个叫卢德运动 卢德运动呢 就是工人捣毁工厂 对吧 呃 工人认为自己一切命运的悲剧啊 都是因为机器 因为我们每天被束缚在机器上啊 呃 但是美国的劳动所得也是非常有限的嘛 所以捣毁工厂 那这个时候呢 英国啊 包括整个欧洲吧 左派理论呢 就分析了这个事情啊 告诉了工人阶级你 悲剧的原因不是因为机器 而是因为这背后的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嘛 所以至少从工人啊 或者我们打工者这个立场上啊 反资本 反资本家反资本主义等等 这也是必然的过程啊 很多事情啊 还是要看你自己的立场或者你自己的屁股在哪里啊 是屁股决定脑袋不是脑袋决定屁股的呀 假设你是一个打工者啊 你这个脑袋想的是马云的事情那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 一切都是要从现实出发的呀 都是要从自己的现实来考虑这些事情了 那好了 这个视频就录完了吧 由此隐身了不少的东西啊 归根结底吧 还是从哪个角度看吧 对吧 从民主主义或者从两个国家的角度啊 印度这边出点事我们也挺高兴啊 呃 或者从很多经常在墙外的看台湾这些烂事的啊 采取被咱了也挺高兴 如果你从对吧 这个工人阶级来看呢 那就往往支持了印度工人阶级 当然支持印度工人阶级更多的是投射到自身的现状的 对吧 如果精资的呢 就觉得哎呀 印度工人不讲武德呀 没有了资本家 你们有工作吗 工资降一些算什么呀 对吧 那么还要考虑一下台企的问题啊 这个台企问题也包括很多台湾人的悠悠感的问题啊 总觉得我到这儿见场啊 哎呀 是对你们的恩赐啊 我降工资又如何呀 对吧 等等非常丑恶的嘴脸啊 大家过去也见过 这个也不详细的说了吧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产业转移啊 并不是这个轻壮劳动力 简单的培训进入工厂就可以了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系统的教育工程 最起码的对吧 你像国内九年义务教育等等 不要小看这些教育啊 他并没有读了大学 让你的知识那么的精深 但是对吧 你第一识的字啊 第二啊 有一套基本的看世界的方法 这个方法也许没那么高深吧 但是还是明白自己的 自己的屁股在哪里啊 这就很重要啊 而且会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 那好 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对吧 我们下期再见